甲许的一生 甲许的后卫部队 次年 在甲许建议下 张秀率众归顺了曹帅 关渡之战时 甲许现离建计 瓦解了马超 韩帅 使得曹操一举平静关中 占领荆州后 曹操不听甲许劝阻 结果在赤壁被孙流联军大摆 曹丕称帝后 封甲许为太尉 公元二二三年 曹丕没有听从甲许的劝解 率兵征讨东吴 最后无功而返 从年六月 甲许去世 甲许能在乱世中 审时夺势 可谓是真正的大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